AM7300 AM1 蘇珊到宜蘭英國 九三條客的飛躍公報電台 將其是 會沒有一段幾十分到兩天的聽說遊樂園第一回答的節目現場 這集合馬是一直都在節目當中來跟你說 一定要要 給我們飛躍公報電台臉書粉絲專頁的讚 很多第一手農民資訊都會拿到 那麼在今天 你就一定會知道 因為 將其在我們飛躍公報電台的臉書粉絲專頁上有進行我們的直播節目 那大家如果你是透過直播平台來看到我們現在這個聽說遊樂園的這個節目的話 你會發現在馬是的左手邊呢 目前正坐著一位重量級來賓 記得 先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些很新鮮的這個喜悔 然後有一些很老的東西 那這些呢 通通都是出自我左手邊這位重量級大來賓之手 我們先請他出來跟大家來自我介紹喔 好 我們年輕帥氣的主持人馬是 還有我們各位鄉親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主管區議員 共修部主任 黃志雄 今天有這個機會 迎迎來這裡跟大家介紹 我們今年 蚵仔鳥 這裡推出了新鮮的伴手禮跟年節禮盒 這裡有這個機會 很高興啦 好 剛才剛才跟主任聊天的時候 就有來說到說這個紫官區漁會 其實推得真的是非常多的禮盒 那如果說你有看到這個一口切的烏魚子 也是出自這個紫官區漁會這裡喔 不過我今天在講到這個禮盒之前 我還是想要先從紫官區漁會 還有紫官區蚵仔聊這個地方 來跟大家做一個漁獲特色的一個了解喔 不過講到這邊主任剛剛也說 他一開始就一定會來講一件事 我這邊就幫所有的聽就沒有 還有所有的觀眾直接問 欸 蚵仔鳥沒蚵仔 為什麼他叫做蚵仔鳥呢 為什麼蚵仔鳥沒有蚵仔 這是大家來到蚵仔鳥都會問的 你們這裡蚵仔很多 我要吃蚵仔煎 吃飯吃蚵 蚵仔鳥真的沒有蚵仔 那這個歷史人要追溯到日據時代 因為我們去查歷史 歡迎說我們的周鮮的240年前的 就來蚵仔鳥養科維生 那他最主要是供應給我們的那個 左營的舊層 這麼好的人跟我們做館的 來這個供應蚵仔 因為蚵仔鳥 蚵仔鳥的身體很貴 不過呢 經過那個我們的文憲的調查 發覺說在一九一數年 我們這個日本在殖民臺灣的時候 他來把全省來做一個盤田 他發現說 在蚵仔鳥的南側到柴山這裡 頭到這裡是一個天蓮這麼好的四湖 所以他們就開始做了一個建置 要在那邊蓋一個全東南亞最大的軍港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做一個軍港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我們那裡的蚵仔鳥 就讓蚵仔鳥就對了 所以你看現在在我們全軍港 這個周圍 從哈馬生 陀阿弘 萊威 生長 遠中港 到蚵仔鳥 都可以發現到 以前的蚵仔鳥這麼鄉親 所以這不是 我講的 我們在那個文化局 裡面 一本集裡面有誰 流浪在高雄市的吉普賽人 蚵仔鳥人 這本書就寫得很清楚 把這些文獻呢 從日據時代 包含清朝呢 這個祖先怎麼樣來 跨海來台呢 養科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當然呢 周仙沒有蚵仔 沒有這個 所在行刺蚵仔鳥 他們也沒有人輸 就開始來我們原進海 包括我們這個蚵仔鳥 跟我們這個台南高雄地區 這裡開始捏捏捏這些魚 這幾檔的打拼呢 可以說我們全台灣現在 現狼魚肥 現狼魚肥就是 早上差不多三四點出海 中島回來 回來開始打拼 可以說是全台灣的目前 現狼魚肥都最大的一個魚缸 在我們蚵仔鳥 這我真的有印象 因為說近年我坐朋友 他們的孫子出去 坐一桌 就是搭那個小帆串嘛 那所以說也有看到很多這個 漁民們在撈魚捕魚 是 那那個時候呢 大家就會來問說 欸這些人 如果用著這些魚 是會到隔壁去呢 那大家都是說 欸 去這個蚵仔鳥去煮冬家 因為他們說 好像到這個地方 這個很老愛的特色 可以被大量的放大 但是剛剛好 我cash到一個額外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蚵仔鳥三四點出海 要十二點多回來開始打拼 那時候剛好 聽說漁樂園都被開始 1點20分 所以拜託主任 以後啊 就是遇到這漁民也要來 來幫你補送一下 沒問題沒問題 好來 那我們今天回到我們這個主題 其實在這裡來聊到這個蚵仔鳥這裡 他既然沒有蚵仔 但是他有很多很新鮮的這個漁獲 那剛剛也講到這個很老 是在蚵仔鳥這邊 是可以馬上的就被放在 而且被注意到的 那再來就要請問主任 欸主任啊 這個蚵仔鳥這邊很老的漁獲 還有他的相關特色是什麼呢 好 跟我們主持人做一個報告 我剛才有說 我們這些漁會都是統一的 所以呢 我們最主要的是 供應到我們大高雄地區 譬如說這些飯店 五千的飯店 還是餐廳 日本料理店 你每天中途都能看到這些漁港 都在我們的漁市到這裡 來這裡競魚 再做一個買賣 然後呢 最後還有我們在地的一些批發商 他們供應到附近的一些黃昏 黃昏魚市場 黃昏市場 你看到我們蚵仔鳥 然後我們在這個四檔情 我們蚵仔鳥有漁港 在我們漁市場 率先來 想應我們政府的政策 導入這個漁市場 HACCP 這樣的一個管理制度 因為我們中央市場 領到其他呢 我們2015年呢 拿到我們全台灣第一個 HACCP 國際認證的漁市場 那其實這個人情 之後呢 我們這個管理 包括我們在地的這些漁港 都覺得很公益 所以我們漁武 分這個 連連蚵仔鳥的蚵仔 聽說他們都很喜歡 這點蚵仔鳥 出去做生意 為什麼 因為大家 你那個黃昏市場 或是說他去上海 說你這蚵仔鳥來的 表示我們董事最新的 而且是 覆化我們這個食品的安全 衛生 可以說 健顧所有的食品的安全 跟他的一個衛生 而且呢 他的價格還可以賣得很好 所以說 不只蚵仔鳥的時候 我們漁港 或是說我們那個 吉典 或是說我們家庭 或是說有家庭的時候 他們拿到一些 如果我比較新鮮 或是比較好的魚 法榜中的 偷偷 鴻鴻 都會 把蚵仔鳥來這裡 再做一個打賣 好喔 這樣我還 catch 另外一個選外之一 你說那點沒那麼多人要在 就是代表現樓的 最親的 啊沒錯 那說 人家庭公報電台主席人 第這點沒那麼來主席 怎麼可以大紅特紅 啊絕對的 絕對的 我以後來去找一個 沒問題 那剛剛來講到 HACCP由曬先來回應 這個政府相關的 這個政策 所以在安全上 在營銷上 其實都是有一定的 這樣子的把關的 那剛剛主任也有提到 這個煉煉科子啊 如果現在就是透過直播 來看我們這個平台的 觀眾朋友們 你可以看到喔 其實在馬市手上呢 這裡有一個相關 這個煉煉科子聊的DM 裡面就有記載 非常多禮盒相關的資訊喔 那其實主任呢 在今天我們直播現場 也帶來了非常多 他自己的相關的這個禮盒 還有這個資關與會 他推出了這樣子的產品喔 那麼我們現在先從禮盒 裡面相關的這個特色產品 來做一點介紹 欸請問一下這次 為了因應過年啊 欸這個漁會這裡 有沒有推出這種 伴手禮 或者是他相關的這個 欸算是產品呢 好啊今年呢我們主推的呢 還是我們由指官 蚵仔鳥這邊 最有的特色就是OEG 蚵蚵子禮盒 那我們今年的蚵蚵子禮盒呢 我們是主推的是 去年呢在日本呢 得到那個GOODYESIGN G MARK這個設計大獎的一口切 蚵蚵子 好那這個蚵蚵子一口切呢 跟我們市面不一樣了 第一就是說 嚴選我們蚵仔鳥 我們抓到這些蚵蚵呢 經過我們20年的老師傅 要把它做蚵蚵 要把它醃製 先你顧小孩這樣 經過7到10天的一個呵護呢 把它製作成蚵蚵子 然後呢我們再把它做後切 後切 這個後切的進程就是說 經過要把它撒過 然後還要再烤 可以說很費工的啦 目中呢就是說要讓消費者回家 要讓這個蚵蚵呢 撒開來罵上學者 那這個禮盒今年也 除了得到這個日本的設計大獎 我們也得到那個百大精品 百大精品 可以說是一個 送蚵蚵好一個蚵蚵 另外我們給我推出的一個 蚵蚵子的一個禮盒 有單片裝跟雙片裝的 目前我們也有在全台灣的好士多 來做一個銷售 那今年的好士多的銷售 我們蚵蚵子的業績 可以說成長兩層 業績非常的好 對業績非常好 所以我們同仁 已經連續一個月每天加班 對要來趕這個年貨 尤其是蚵蚵子禮盒 要來趕快給通路人來做一個銷售 可以說很辛苦 目前這個一口切的這個蚵蚵子 它算是這個紫環巨魚會獨一無二特有的 一個大特色產品對不對 不過當初為什麼會想到說 要做成這種一口切呢 好這個要追溯到九年前 九年前我們練的蚵仔聊 我們的在地伴手禮的專賣店開幕的時候 我們就有很多的客戶 來我們的店 來這個 趕一下新鮮的一會 在這個挑選的過程中 我們聽到他的聲音 他說蚵蚵子大家先溫度最高的 他說這個店是要怎麼料理 是要用煞的還是要用煎的還是要用烤的 那有這樣的一個客戶的一個反應之後 我們就說 那如果大家有那麼多的疑問 或者是說那個SOP 不是那麼的標準 那乾脆我們就把它標準化 用煎回來走 由於我們工廠 我們的工廠也有 HACCP跟ISO2202 還有CAS這樣的一個認證 我相信我們可以經過這樣嚴格的管控 出去煤片的品質都是很穩定的 所以在九年前我們就在開款 開發這個一口切烏魚子 那開發以後 這幾年的一個銷售 他每一年都成長 尤其在今年我們為了要 再主推這個一口切烏魚子 我們今年有新增一個設備 自動化的設備 他一個小時可以包一萬多包 自己自動包嗎 自動包 對所以很神奇 很神奇 很神奇 對 所以今年有這樣的一個新的力氣的一個自動包裝 可以說我們在整個自動化的部分 現在倡導農業4.0相信可以相得益彰 OK 其實剛剛來講到有用這樣子的機器 還有用很多的標章 還有得到很多的認證這樣子來做管理 所以我相信在衛生及產品的品質上 基本上是不需要再多做太多的擔心 不過這個子官區漁會 他這邊還有出一個 我覺得很神奇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漁夫先勞這件事情 他算是一個子官區漁會直營 全國最大的海鮮訂購平台的 那我們其實把它簡單來講 他就是一個電子商務 那可能我要來要這個很勞的漁貨 那是機動的海鮮宅配等等 都可以在上面來做預訂來找到 這個電子商務當初是應應什麼樣的 狀況下發展出來的咧 好 那我們的漁夫先勞的這個電子商務平台 當初也是我們一直在潛聽 顧客的聲音說 要來這裡吃現樓了 要再塞車塞兩點鐘三點鐘 還是要對台北下來 是不是可以幫我處理 因為有這個國際認證的加工唱 是不是可以立體指定呢 我們採工之後 要記得你加工唱加工 真空包裝把它急速冷凍 這樣我收到的時候 我要吃一包我要吃兩包 我馬上可以做一個料理 我們聽到這樣的一個顧客的聲音以後 我都 這個事情就通了 所以我們一樣 把這個新鮮線到的魚粉把它標準化 透過我們整個加工 嚴格的一個流程的管控 讓它每一位都是可以很標準的 甚至於我們也供應給像國內幾個比較大的有機通路 像統一生機 永豐維生機 健康食材這幾個有機通路 他們也看到我們這樣的產品 他們現在也跟著賣 那現在我們 就說這個魚粉線刀 其實消費者的聲音是希望說 我能在今天下單 我明天就能收到貨 所以你就看到我們每天 我們這個董事 董事 這個十幾點到兩點 他們都有自助人 在貨市場那裡搶貨 幫我們這個消費者 幫我們這個 這個顧客 幫他挑他每天他 他要的這些新鮮的魚貨 然後就很快速的到工廠去做加工 加工完以後 30分鐘的急速冷凍 馬上就可以裝箱幫他摘配 所以非常的方便 縮短的整個一個 通路的一個流程 所以說可以很方便 另外我們 我們也在這個電子商品平台上 來做一些促銷 所以說你可以搭搭配 或者是說 我今天要送禮 我可能要送100個客戶 你在上面的也可以完成這些程序 好喔 那其實他在講到這個 我聽到的時候 我是相當行動的 在發現有這樣子的平台的時候 那我就不用讓我阿公每天這樣去 因為我阿公是很愛吃 自關區魚貨的吃的東西 那我還記得每次過年的時候 像現在快要過年 應該是再過兩三個禮拜 我們又要再去一次了 就是都會去那個鵝阿寮那邊 他有一個漁港嘛對不對 那旁邊這裡就賣很多的什麼魚啊菜啊 我阿公很愛買花枝 然後很愛買那個魚丸 不過他就說這些都是這個很老欸 我就很好奇喔 這個子關區魚會到底是施了什麼樣的魔法 為什麼這個很老啊 他可以這麼樣的就是神奇 雖然剛剛主任您有講了嘛 那但是說大家可能在宣傳出去的這個狀態上來說啊 可能我相信他一定會有一個很真實 或者是說他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品質保證 那主任您自己覺得這個子關區魚會 所以在這個品質保證之餘啊 他們還有沒有做了什麼樣的努力 讓這個在地漁民除了可以得到這個基礎的這個魚的 可以來販售之外 那外地遊客也能來知道這個 相關這個可以來我們這子關區魚會 來到鵝阿寮這邊來遊玩呢 好馬斯你剛剛提到的 阿公最喜歡到了我們那邊採購的 那個就是我們的鵝阿寮的觀光魚室 我們這個觀光魚室呢 其實也是在10年前的 我們那個張漢雄總安士的一個帶領下 跟我們這個魚市場外來做一個經歷 來做一個觀光魚室 那也在今年呢我們 重新來做一個整裝 然後重新開幕 包括我們總統府那個 我們這個秘書長 包括我們國王市長跟我們學書長呢 都來現場來做一個煎菜 可以說 算我們南臺灣的一個加薪 一個很好逛的一個觀光魚室 那目前我們裡面大概有120攤 的一個攤位 其中裡面有差不多三位 這個大尾是我們在地市民 他早上給你去捏 你如果捏了回來呢 給我們太太接受這個消息零售 可以說都很欣賞 而且價格非常的公道 我常常在江峰期你小子 帶朋友過聽說 你這魚怎麼這麼濕 怎麼這麼燙 差不多市場半價而已 那旁邊還有一個代客料理 所以他買完漁獲一桌 可能大概1000塊 然後代客料理 一炒差不多一百塊 幾兩百塊 差不多2000塊 就讓我們整個月 在那裡吃 吃東京新鮮的海鮮大餐了 所以這個魔力 我每天 大概下班 大概5點到7點 每天都在上映 尤其到假日的時候 那更可怕 假日 那邊的觀光客 大概有1萬到1萬2 可以說 我們這個蚵仔裡的觀光儀室 是灰球期的 那這幾年我們也不斷在營造說 是不是可以讓消費者 拿到那邊的 不只是買東西 是不是要來這裡吃海鮮 我們蚵仔裡的夕陽有夠漂亮的 還有旁邊還有這個4D公園 還有腳踏車步道 是不是把它結合 包含我們餘惠的觀光工廠 變成一個 結合一級產業 二級產業到三級產業的 一個這樣六級產業的一個 一個旅遊行程 那這幾年在我們張總的一個 帶領下 我們現在在一年 這樣透過我們的旅遊行程 來蚵仔裡切圖的 當差不多有2萬人 都是我們的一個行程規劃 包含最近我們韓市長上任 去哪裡 最近那個陸客團旅行社的 諮詢度有點高 跟最近有三團來諮詢 希望帶北京上海的這些貴賓團 來蚵仔裡深度旅遊 帶去看魚怎麼鯉 這個用是魚要怎麼騎 要怎麼打魚 啊魚打起來了 是不是都馬上 殺給他們吃吃外面的 這個都目前我們在規劃的 這個行程之一 其實這規劃說 雖然規劃啦 但是其實之前在跟主任聊天的時候 他也有傳給我一個影片 就是說這個子官區漁會 這邊的漁貨 其實已經紅到中國大陸去了 也有記者來詳解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報道 代表說這邊的品質基本上是很OK的 那剛剛我這樣子聽在鵝阿寮這個地方 他可以看到美的東西 他可以吃到好吃的東西 然後也可以喝到一些好的東西 那我決定我之後過年了 我要去當地做舞龍舞獅 這樣子好地的聲音也有了 是是是OK 非常歡迎 對OK好哦 那剛剛講到了這個禮盒啊 我們好像我整個給他忘記說 這個銷售通路 他到底要到哪裡來找 我們去觀光魚市就找得到了嗎 還是他有一些很神奇的一個地方 可以來找到這些我們所有子官區漁會 這個練練科子聊這些禮盒呢 好 那其實我剛這樣介紹 就是說除了我們的練練科子聊 在地的一個特產辦 辦手裡專賣店 這屬於線下 還有線上在我們的漁夫線撈 所以我們已經整合線上線下了 然後你都可以買得到 那另外呢 如果你在市區 你想要親自看到我們的那個產品 你到我們高雄市的那個高雄物產館 也有可以有我們的產品在那邊上架 對那另外就是我剛剛講的 像物魚子 禮盒 你也可以到好市多 來做一個採購 那其實我剛簡單舉這幾個通路呢 其實還有 譬如說像維格秉嘉 我們有幫他OEM 那個 我們的貴賓團到那個高雄來 都會去那個 那個逛工廠去逛 其實裡面也很多都是我們幫他 代工的這個OEM的產品 對啊所以 結合這些通路 像家樂府也有全聯超市也有 都是我們幫他生產的一些水產品 所以其實到這些地方我們就可以來找到了 對你只要認認看那個 烈烈蚵仔鳥這個品牌 烈烈蚵仔鳥這個品牌 就是我們紫冠魚會出產的產品 OK好的 那紫冠魚會他其實在這樣的一本簡介裡面有講到非常多的相關的這個算是說他的漁獲了還有他推出的很新鮮的產品 那當然有一些呢我們可能一直都有聽過 那有的我們真的看過 但是對於我們這個內容物啊 我們自己好像會比較少去琢磨到一點喔 那我們這個節目呢 還有這個直播現場到這邊先稍微休息一下 聽一首歌曲喔 那麼等一下下一個階段進來後 我們要來針對這個禮盒裡面的內容物來做介紹 所以喔 如果你在觀看直播的朋友們千萬不要走開喔 因為這個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什麼樣的美麗的秘密都是透過這個黃主任才能告訴我們的喔 來下邊來來 日下公布電台AM730AM 以蘇珊到宜蘭營喔 Q3條黑的最報告我是馬氏 將錫是聽說有樂園第一次談的最報告 那在將錫聽說有樂園 馬氏這個身邊呢就是重量級來賓 子官區與會供銷部的主任黃志雄黃主任 主任再次歡迎你來到我們這聽說有樂園的現場 歡迎你來到我的遊樂園一起玩 是的 OK等一下想玩什麼遊樂設施 哈哈哈哈 我們沒有摩天輪 因為馬氏這個館長怕摩天輪不可以放 是是是是 好那其實喔除了今天這個主任來到我們聽說有樂園來玩之外呢 我們在線上我們漁業廣播電台的粉絲專業 也有來開這個直播喔 現場直播的部分有很多人來到馬氏的樂園一起玩呢 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欸在那是目前的這個直播上有沒有人來問我們相關的這個問題呢 欸我發現有人來說 欸這個鵝阿寮漁港這邊的子官區與會的漁獲指銷中心很用心喔 產品真的都是非常豐富的 對而且還有聽眾也很熱情的來回應說 對確實鵝阿寮沒有鵝啊 因為他也被問過很多次了 呵呵呵呵 好的那其實我這樣子看到有人來問說 欸這個在鵝阿寮這個子官區與會這個烏魚子啊 欸他是海的還是養殖的呢 是好啊在鵝阿寮這邊的烏魚呢 大部分都是以野生的比較多 對他會進我們的漁師廠拍賣 那其實我們在我們的漁師廠拍賣呢 其實他有我們的那個磅秤 他總共有六個欄位 那他每一個都有他的意義 譬如說漁師廠我們第一個範圍呢 他就是以當天限釣的限定的 或者是那個一般的小艇抓回來的魚 這是第一季房子 那第二個範圍呢 就是剛剛你講有些養殖的啦 或者是有些其他漁港 抓進來的在我們的第二個範圍 那三四五六呢 就是我們當地 現樓的你還要進來這個鹽進來的漁獲 所以你剛才如果有漁獲 來講你的漁獲是在漁獲參觀的 你來看人家就說 原來上次黃主任介紹的 這個一到六這個 這個每個磅位呢不一樣的 他的產品的處心就不一樣 所以你來看得到 這到底一般的漁獲是漁獲的 還是漁獲的 所以在那邊就可以 那以目前在鵝岸人這邊 抓進來的野生的烏魚呢 是比較多的 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OK 那剛剛啊除了這個烏魚子之外 還有人來問說 這個在我們這個 而且算是這個漁產品裡面 有沒有白貝這種魚呢 白貝 是白白仔嗎 對 直接被主任糾正台語 這台語真的很不好 是是是 白白仔 白白仔這也是 就準時 算廣東時的魚 那一般我們都知道嘛 這個時候 陶陶魚 白白仔魚 鳥鯊 都是這個冬天 會釣魚 那如果蚵仔鳥這邊 抓到比較多的是都陶陶魚比較多 陶陶魚 所以也有來做這個高檔的 這個陶陶魚的這個禮盒 有 我們也有推出就是一整盒都是 陶陶魚的一個禮盒 而且我們南部人 你要吃這個陶陶 我們會釁一下薄鹽 然後再經過日曬捏一下 他會把那個油脂做一個提味 所以煎起來會比較鮮甜比較好吃 已經開始流口水了 那剛剛講到這個一口切 講到這個烏魚子 我們先來介紹這個烏魚子一口切 臉好不好 因為這個我發現 對大家來說我們都聽過他 但是我們對他好像比較不是那麼了解 那目前你透過我們直播平台上 看到我們的畫面的話 你會看到說在正中間 有一個這個烏魚子的這個禮盒 那現在馬生手上拿這個 就是你到時候你到這個銷售的地方 你會看到的就是這個 算是綁起來也算是有這種烏魚子的這個樣子 而且他上面就有印這個煉煉柯子療 這個煉煉鵝阿療的這個商品logo 你就可以從這邊來看到 就是來認清說 這個就是從子官區與會這樣子出來了 那麼我們打開的這個禮盒裡面 我們會看到的是什麼東西呢 裡面就是我剛介紹 我們透過自動包裝 把它包裝好真空包裝 這樣的一口厚切的烏魚子 就是用機器一天可以包一萬多包的那一個 對 如果這個用人工的話 一天可能幾千包 可能就手就廢掉了 我大概500包就不行了吧 手的肌肉不太多 對 其實我們這個禮盒 它是去年代表我們漁會去日本比賽 它得到日本的一個最高的設計大獎 叫Good Design G Mark 其實你看到它的外型 它是用我們的回收的紙漿 回收的紙漿 那我們去開模把它做成烏魚子的造型 它是上下模 第二個你看到它這邊有符印 高雄 子官 蚵仔鳥 所以我們整個設計的一個意象 包括外面這個紙套 它是用漁網的這樣的一個意象 來做一個 中間這邊打開 還有我們的產品的一個介紹 所以說整個產品 不管是它產品本身的口感 設計 還有它我們在地 這些抓烏魚的故事 都把它包含在這裡面 OK 所以就是買一個 我們順道可以來看到 這個烏魚子相關的故事 在額阿鳥地方 對 沒錯 那其實剛才講到這個一口叫 你現在透過幾個畫面來看到的 就是說馬氏現在手上拿的 就是這個一口切的烏魚子 裡面一個就這樣小小的很可愛 也就是做真空包裝的 所以如果說是真空包裝 這樣等於說它的保存期限 也可以算是說蠻長的嗎 對 因為我們真空包裝 要把它做急速冷凍 所以像這樣子 如果說假設買來 我不小心忘記放在家裡的話 我大概可以放到多久呢 一般我們建議買回去 以後還是要放冷凍 如果你要現吃 大概一個禮拜內 對 那如果你沒有一個禮拜內用完呢 我們建議還是要放冷凍 它的保鮮洗可以到一年 對 可以到一年 果子 你說它保鮮洗相真的很久 啊對對對對對 而且我現在在摸啊 雖然它是真空包裝 不過我已經稍微摸得到這個烏魚子出來的這個油脂了喔 對啊 那剛剛呢 在經過我們這個現場的統一之後 我們有來試聽到說 好像可以來試試看看它這個烏魚子相關的這個口感 主任這個烏魚子雖然雖然是借花獻佛啦 但是就是麻煩您跟我們的聽眾來試一下感覺這個口感啊 其實它這個很一絲啊 這個很簡單喔 這樣一絲 欸它就打開了 一絲就開了 欸很好開欸 對對對 嘿 這就很適合我這個就是笨蛋的狀態喔 哈哈哈 OK 不要小看這一片啊 這一片要50塊 一片50塊 一片50塊 那現在我就來試吃 然後現在就在主持這種旅遊節目的狀態 哈哈哈 哈哈哈 欸這很好咬欸 對 需不需要再一杯啤酒 哈哈哈 一杯高粱或啤酒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節目中再喝下高粱的話就不行 這個就是高粱我們私下 哈哈哈 因為這樣很好吃很好 很軟 很軟齁 對 對 就是這個 這個在現場 我們就是看到的烏魚子也都是這樣子的狀態 啊對沒錯 沒錯 那就是在這個烏魚子啊 它光是這個鯉盒上設計就已經相當用心了 可是說 在別的鯉盒 像它在設計上也是有蠻多的耶 對 像我們還會看到另一個就是六角形的這個鯉盒 那我對這個就很好奇啊 因為我在做節目的時候 我很常看到這個六角形鯉盒 但是說 欸這六角形鯉盒裡面是什麼啊 這個六角形鯉盒其實就是用我們以前 阿公在抓魚這個蝦人啊 我們叫卡 就把抓到的魚放到這個卡裡面 對 那我記得以前小時候阿公就把這個卡就放在我們三合院的門口 啊譬如說今天馬氏呢 來到蝦仔鳥呢 我阿公呢 就直接說啊沒什麼東西送你 就把裡面的東西呢馬上拿出來 其實他透過這樣的一個設計呢 他輕輕一拉 嗯 打開 然後呢裡面呢 因為他是可以長文保存的一個伴手禮 所以你看喔 我們在地的這個新鮮 嘿 做的這個鯉嘴 用我們鵝仔鳥 嘿 最新鮮的這個車尾器 我們把它做成 杏仁小蝦寶 小蝦寶啊 釘魚箱啊 這是那種我在減肥時候的聖品 對 然後你看官商啊 輕輕一按 哎唷 好有趣喔 對就鎖上了 嘿 嘿 那這個呢 禮盒呢 啊 他是得到2012年呢 我們的德國紅點設計 嗯 還有我們台灣的那個 啊那個Gordon 啊 Gordon的一個設設計大獎 欸不過啊 剛剛我發現我們的這個直播上 沒有看到說 這個怎麼蓋起來這個部分 能不能請黃主任再幫我們示範一次呢 沒問題 所有的聽眾朋友 仔細看好這個直播的畫面 這個真的很可愛 就是這樣打 欸 以前古法就是這樣子開跟這樣管嗎 以前他是有一個蓋子 嘿 對 那因為那個蓋子 因為我們要把它做成三平化的東西呢 嗯 他必須要固定的 嗯 好 所以我們把它已經設計在融入在裡面了 嗯 好 所以這個我剛從這裡你看 然後輕輕一拉 哎就打開了 打開了 對 對 因為這個要教學了 對 然後輕輕咬一咬 他就他就拿出來 就出來了 對 然後呢要關了一樣好輕輕一按 嗯 就關注了 OK 就是聽眾朋友們如果拿來 就是吃完了你還可以把他拿來當錢筒這樣 稍微倒一下就出來了 沒錯 對我們之前呢有辦過那個海洋營席營 邀請兩百多位校長 嘿 嘿到蚵仔營 對那就很多校長說 哎 志雄 裡面的東西吼 哎我那邊發給小朋友吃 然後呢這個盒子呢就放在我校長室 嗯 他說他覺得這個 他當然的勾起他很多小時候的回憶 好 因為那個校長也是住在海邊長大的 嗯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設計的同時呢 不只把產業呢 我們同時也把我們在地的文化呢 把它做一個融入 嗯 然後呢 把它推到那個國際市場上來做行銷 嗯 OK 那其實啊 因為這個子官去迂回 他推出了這個禮盒 這個禮品真的是有夠多 這個就是租房不及備在 真的沒辦法在這個40分鐘的節目裡面 把它講完啦 但是喔 其實在我們這個直播的現場啊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這個相關的 這個產品喔 那甚至 馬氏手上拿的這本 目前這個練練科子聊的簡介裡面 他也都有來記載說很多的 相關的這個產品的部分啊 那裡面剛剛再翻出了 剛剛我們說到這個 偷特的禮盒啊高貴禮盒 那甚至我覺得有一個我想要再利用這個剩下一點點的時間來跟他做一個介紹就是說 他有一個孝親無骨無刺的這樣子的這個禮盒耶 可能能麻煩主人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好嗎 好啊這個禮盒呢當初是我們行銷團隊我們在發想的的的的同時啊 就剛好有同仁提出說 哎像我阿公阿嬤啦他現在都沒有牙齒的怎麼吃魚啦我說這個簡單啊 因為啊 我們很多的漁獲裡面呢啊其實經過加工了 像我們看到的私木魚啦 石斑魚啦 鱸魚啦 還有蝦仁啊 哎經過把他加工以後呢他變成是就無骨無刺 而且無渴 他回去了他馬上清蒸一下也好或者是乾淨一下或者煮湯呢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這個當初我們這個一推出這個 這個集鮮呢這個孝親禮盒呢哇一推出來了馬上吼 那個業績藏吼 好那另外像這邊我們還有推出像 類似像現在冬天到了啦你要吃這個農產石斑的一個刷刷鍋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配合全家來推出這樣的一個禮盒 還有包含呢你可以看到這個家旗袋 這個家旗袋就是以前吼 我們在漁村呢可以看到吼用竹邊的這樣的一個一個袋子工作袋 好那我們現在呢把它做成保溫袋三層的保溫袋 好所以可以裝漁貨呢又環保然後呢又漂亮 我們都簡稱這個是台灣版的LV包包 嗯 其實中午的那邊他很好用 啊對對對啊那個裡面如果能放啊讓那個 啊那個那個那個女士呢 好來背的話去上菜菜市場或者魚市場呢 哎都是很很棒的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了我們這邊有列列科載寮 這些家旗袋裡盒有透抽 啊我們那個台兄北大還有紅甘 啊這個都是當季啊這些新鮮的魚貨 經過加工把它急速冷凍 哦對所以這個都是不管是年節送禮啦 或者平常呢啊你自己家裡的要用的都非常的方便 嗯嗯嗯對 OK那其實這一本啊 哎就像這本簡介我們其實到了 哎各個各大通路我們也都找得到這一本簡介嗎 啊各大通路可能沒辦法 啊各大通路可能就是啊我們有賣的單向的產品啊啊那這些產品呢在我們的那個魚貨線撈呢啊這個電子商務平台呢都可以看得到 OK好所以啊如果說維田就沒有你對於這個相關的產品有相關的疑慮或是有喜歡想要來多做詢問的話可以來到我們這個電子商務平台魚貨線撈 還有甚至像是到魚貨區的這個直銷中心還有各大可能有合作販售的通路可以一起來做一個詢問哦 那甚至像這個地方也這個包裝啊其實不只是這一個六角形的禮盒其實有很多的禮盒他都是有所講究的你在看到的時候你也可以來去瞭解一下過去的這個回憶哦因為時間的關係暫時要跟你說一聲再見了很感謝今天黃志雄主任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很謝謝您花了這40分鐘的時間跟我們介紹這詞關區魚貨的禮盒哦謝謝您啊感謝馬仕那也歡迎我們各位聽眾朋友呢啊有時間哈 好來我們歐仔聊吃海散